我们就介绍到有几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介绍严格 怎么样开始新章 那我们大概中国早期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没有新章嘛 那新章是外国的东西 那他怎么样演进了 这里都有介绍 就是一路演进到现在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地方 是蚊子的新章 那他目前分成五种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个就是财艺大新章 刚刚我们看到李登克李总统 佩戴的就是这个财艺大新章 然后再来呢 这是中山新章 一个是中介新章 一个是青云新章 还有一个景新新章 一般大概 都是从景新新章开始颁授 一般来讲是这样 那我们就五对 然后这个领过以后 他假如说再得到 一个好的奖艺的话 大概在领这个 这个领过 再玩这个领 然后这个领过呢 只好再玩这个 那到这里就不能再上去了 因为这个只有总统才可以带 这是财艺大新章 那这里图片这里有一个 这是民国四十七年老奖 颁给巴勒为国王的一个海域新章 这个呢 是颁发四十八年颁发给耶诞国王福生 这是也是太厉害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 民国五十二年 奖宗正颁发给越南总统吴挺岩 这个就是这一位 但是很可惜的 吴总统啊 他赢了新章没有多久啊 回到他们南越 越南共和国的时候就政变 他就被一位阳文明将军就把他推翻了 而且就死在中冬户里面 后来没有多久啊 越南共和国就被北越把他灭掉 所以这个国家已经目前也不存在 就是属于越南 那另外呢 各位可能也想想看 我们财力大新章 最近 马英九总统也搬出去好几个 你们猜猜看 马英九搬出去其他的国家 给其他国家领袖搬出这几个 有没有办法能够猜猜看 他八年任内 13个 搬出去13个 就是有13位外国的元首 外国的元首跟他交换 这是马英九总统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里有一个图片 各位可以看一下 对不起 这个 那我们搬给人家的教会 搬给人家的教会 会